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有屁股不丑挨打 砖头瓦块都有翻个的时候 这什么意思呢 话说四十多年前 那这儿我刚二郎当岁 那这儿事业上不是特别如意 没什么戏可唱 没有上台的机会 这是一演员最大的痛苦 我觉得心里不痛快 我的祖父谭文先生 就看出我的这个表现来了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小子记住了 有屁股不丑挨打 就是你要具备屁股 你要有屁股才能有人打你的 你没人屁股谁打你 实际上就是说呀 你不要怨天忧人 平时要积累 要具备条件 到一旦用你的时候 你一下 你就能够成功 后边还有一句话 就叫砖头瓦块都有翻个的时候 老北京的胡同里边 经常有街边上放着一个砖头瓦块 也没人搭理 没人搭理 只并走过一个什么人类 有意识无意识地 啪把这个砖头给翻一根 也就是说呀 只要你坚守 坚持在舞台上 你砖头瓦块都翻个的时候 何况人乎 说完了以后呢 我当时就觉得 哎呦 爷爷说的太点上了 我就一定要按爷爷说的话去做去 于是乎我就一下坚持了几十年 每天长在练功厅里 自个儿给自个儿定的一个规矩 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必须要练功 我必须要吊嗓子 我必须要拉戏 一个动作反复来不知道多少遍 就刚才您说我们上来 有点精气神 那都是从小养成的 不是我们现场第一轮出来的 走到哪都是 您看我们一做都是子午餡 是吧 没有这么做 很少有这么充分观众做的 这就是常年养成一个 我一做我都是这么充分观众 那看着好看 子午餡我们叫 是不是好看是吧 进来 其实就像这种状态 我们西边里有一个词 来形容这个状态 叫细癌 细癌晚期的时候 就是整个把舞台上的东西 搬到生活中来了 比如说有的蛋卷 你给我拿一包纸 你服务员问哪个呀 因为伸出俩手知道了 就习惯了 刚才说了那么多 回到家呢 家里什么气氛呢 我们真是跟一般家庭不太一样 总有离不开这么一个 戏班的戏剧的这么一个氛围 说着说着就说戏上去了 像别的小孩打喷嚏 就是母亲第一个想法是 用感冒了吧 吃点药 喝点水 你怎么回事 我母亲的这个关注度不在这上 比如咱们打喷嚏 很正常 比如说这种状态 我母亲就说 你这个位置不对 你得顾鸣往这儿打 你得 你得顾鸣 头枪顾鸣 还有这个打哈尸 咱们困着打哈尸 可能 就是怎么输怎么来 还戴着懒腰 对 但是我母亲说 你这口气是不对 你不能 不能这样 你得把后槽牙打开了 你得 有时候在我自己床间 有意识不想让我父母 听见我说什么 可能说点悄悄话 打电话 约个饭局 或者哪儿玩去 就是电话 然后我妈一推门进来 你嘴皮子 嘴皮子 有点劲 嘴皮子 弄得我就是 在家里特别没有自由 你长大挺不容易的 对 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一句话 一天不练 自个儿知道 两天不练 同事知道 三天不练 观众知道 掺不得半点夹 就这么 长在练功房里 这么练 如果说前面 能看见远方 咱们练很有劲 您那么长时间 就在那个低谷期 也看不见个远方 是 那自己不就 卸了劲了吗 从六七年到七七年 我没有什么事做 所以每天下午 都到我的祖父 谭文英先生的屋里 去聊天 我在他那 我得那么一站 我们的年轻人 都注意到了吧 他说是 贪字 大家平常不太用 这是他的敬语 对 其实这个字 是真应该保留 是 一个他字 一个新字 就念贪 这是咱们老的 中国的传统的一个字 可是我们老家庭 对长辈 没有说他字 都是贪 我在他那屋里 那么一站 起码两个小时以上 就站着 我们到长辈屋里 都垂手而立 没有座位 这话题呢 想什么呢 三句话不离本行 讲的全是 贪自己的生活 艺术经历等等 再说到家族的意识 从我的太祖谭之道 说到我高祖谭新培 再说到我曾祖谭小培 我觉得生长在谭家 肩负了一份重任 我必须要把这份事业 坚持下去 继承下去 靠着每天上小课 那特殊的小课那种学习 靠着你自己的练 所以让你自己是 做了一种准备 其实啊 就是准备 所以就这一句 砖头瓦块翻个 就是一句 有屁股不抽牙打 我受益终身 一直到今天 我也是这么做的 到我儿子也是这么做的 也是这么在 秉承着祖上的 对我们的教诲 我们再坚守在戏剧舞台上 战 谢谢